慈禧在临死前说的话,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大约是唯一能和武则天相提并论的女性这个女人究竟是卖国贼还是让中国夺活了三十年的救世主? 至今仍存在争议这位不平凡的女,强人在面临死亡,时会留下什么样的惊世遗言呢?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出席完毕用完早善后六时开始召见军纪大臣贡运皇后极光续帝之妻叶赫纳拉时。 也就是日后的龙玉太后、监国摄政王戴峰等人洽谈多时后以新国军的名义下, 赵书遵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又遵皇后,为太后正午午时起初吃午饭时,慈禧还好好的可吃着吃着,便开始头晕目眩。 且这一状况持续了很久,人家事事时当事人多半,有感觉因此慈禧立即召开紧接会议,并敲定太后管重要之事。 说罢他又对身边人说道,我毕生垂怜听证数次不了解的人认为我是贪婪权利,实际上是迫于时事不得不做出此决定。 此时的慈禧还如素日一般头脑,清晰神智清醒旁人观之味,可矮可轻,可莫过多久他便开始逐渐昏沉起来, 过了一会眼睛,突然开始又,穷穷有神这一情形,未能维持多久可见这是回光返照。 慈禧对这个自己执掌大权好久好久的大清王朝扔出最后一句话, 此后女人不可欲闻国政词与本朝家法相为,必须严加限制由须严防,不得令太监善权明目之事,可闻因见自我以后任何女子不得干预国事。 必须考考卑护本朝家法,尤其是严防太监专权明目之事,一定要引以为鉴,下午五时慈禧张着嘴。